国内疫情严峻 许多医护及相关人员 投入第一线救护与防疫工作 高雄市有国中小的学生 用卡片 绘图及歌唱等方式 感谢这些防疫人员的辛劳与付出 为台湾防疫加油 谢谢你们在防疫最危急的时候守护我们 谢谢你们辛苦了 我希望我画的图可以让他们得到幸福感 这张图就是为了表示我们这群小朋友 在向医护人员们加油打气 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台湾防疫加油 我想借由这次明天会更好的防疫大合唱 来感谢实施为我们把关的防疫人员 让我们可以安心地过生活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牺手度过这次的难关的 大家加油哦 这些由高雄市翠平中小学生 及新装国小毕业生绘制的图卡或照片CMV 读文并茂呈现着不同的故事 充满了孩子们的创意 也争了疫情期间 停课不停学最有温度的活动 170位的学生把他们的梦想名片 剪辑成一个MV的专辑 特别对医护人员代表感谢 我们希望用小朋友们很微小的力量 但是会集成很大的祝福跟感谢 献上我们翠平国民中小学 最诚挚的祝福 希望我们台湾的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谢谢我们所有的防疫英雄 台湾加油 高雄市教育局表示 快乐会传染 爱心会感染 勇气会孕染 信心会渲染 虽然防疫艰辛 孩子们用小小心翼 表达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 相信怀抱希望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